一個洪的雞腿 這個熱量到底有多多 台北市的衛星宮 我們去年就要求 這個連鎖的鎖式夾食要表示 今年是要更大到大梅町 賣這個小的 小的吃也還有米式夾頭 都要這樣做 所以衛星宮可以了 特別去了解 剛才出了 小小的蔥仔麵包 一支一支洪和香噴噴的雞腿 也有各式各有滷味 現在可以大梅町 稍微的東西 讓人看得到很想吃 雖然夾食已經把熱量 飄飾在牆壁上面 但是不知道民眾是不是有注意到 知道熱量多少嗎 不大清楚 會不會希望有 有標示 當然是希望 低熱量點比較好 比較健康 對啊 鮑威甸配合台北市衛星宮的福度 在食品跟胖的商品上面飄飾在量 今天民眾不得不得吃到夠地變大塊 以一碗白飯280台卡來計算 一個鮮仔麵包 100克就3336.8台卡 奶酥大坡羅100克經過拐帶 400.4大卡 剩餐約2-3個 就是我和白飯的熱量 另外 今天有大月中 裡面送負協的美食街 也是衛星宮 未來特報福度 是是熱量飄飾的對象 他的標示的方式應該是要讓他的顧客是非常簡易 而且容易懂的 我想今天我們看到的是100公克 那麼他旁邊有一個秤量的一個機器 在秤量積在裡頭 那麼在購買的顧客應該是可以很容易知道他的重量來換算 市場民眾對健康義對的東西 台北市衛星宮對股年台式 就要請連續送食客 別點參加上面飄飄飾的量 今年竟然跟科大教大別頂位是平均的美食街 只是飄飾以每100公克來飄飾的量 衛星宮領域 這些商品未來可能不能借重量 飄飾要有改進的空間 在未來也繼續福度飲料店 也最初飄飾 建立大作節證明健康消費的環境 記者綜合報導